大家好 我是辛布宜里長候選人 二號紀詠欣 其實因為一開始我是做模特兒嘛 那因為模特兒的職業有限 後來就是在想說 那之後應該可以走哪一個方面這樣子 那因為我有認識一位兄長 那他就是在做這個全職的里長 那我看他在做里長的這一塊做的服務非常的好 那他的鄰居啊或者是附近居民都其實 對他都是讚與有加也非常愛戴我們這個兄長 那我覺得我看他為鄰居做這樣子的付出 我覺得很感動 然後再加上里民對他的回饋 我就覺得我希望我也可以成為這樣子的人 因為其實我的個性也算是比較活潑外向一點 喜歡跟人群做一個接觸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里民服務這一塊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是蠻可以去做這個服務的 我的父母親都蠻支持我的 其實從小到大 他們對於我想要做的事情做的決定 覺得我自己有想清楚 決定好了他們就會全力的支持 像我現在早上會站巷口啊 或者是晚上去做挨家挨戶的拜訪 其實都是我的父母親陪著我一起 那朋友的話 一開始他們頻道都還蠻驚訝的 欸怎麼會就是想要去做選舉里長這個 這件事情 對那就是因為也是跟他們說 因為就是覺得說 其實我是覺得現在服務是不分年齡的 就是我覺得年輕人有一些新的思維新的想法 其實能夠出來服務社會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 嗯 我覺得像是 因為模特需要經過很多的試鏡機會 你才能夠得到一場秀或者是活動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其實不容易的 因為你在這個中間可能有四五十個人競爭 那可能最終只會挑一個 那你就必須要一直試一次試 可能會一直失敗 那我覺得因為這樣子讓我就是造就了這個 比較努力一直去嘗試不去不擾的精神 我覺得在服務裡面這一塊是非常大的幫助 因為其實你不曉得會遇到什麼樣子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要怎麼去排除 或者是可能會有很多的困難 但我覺得我未來就算遇到這些困難 我一定也會想辦法去解決 對 其實我最主要想要推崇兩點 第一點就是在老人照護的照護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以上蠻多都是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那其實現在也是高齡化的社會 那我覺得在於老人照護這塊 長照這一塊我想要著重去加強 那像是有那個樂福慈善機構也是 他們有一個叫做到宅沐浴的服務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那它就是像是獨居老人啊 或者是失能的長輩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民眾 你有需要這個需求 我覺得其實就很棒 它可以到府去幫你做一個清潔 量血壓等等 我覺得在老人照護這方面 我是未來想要特別著重加強的 那第二大重點就是做都市更新 因為其實這邊新部裡其實蠻多都是四五十年的老舊房屋 那我覺得就是因為台灣的天災像是地震非常頻繁 那像四五十年的老舊房屋其實還蠻危險的 那還有一個方面就是老人家如果爬樓梯其實比較不方便 如果有電梯的話對他們來說其實是更加便利的 那我就是希望能夠去做整合這一塊 那就是去了解說里民的需求 他們未來想要怎麼去規劃 那我也會去幫他們去做一個協調溝通的橋樑 就是去幫他們跟像是政府相關的單位啊 或者是一些機關等等去做一些溝通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因為像是除了我以外 其實這一次永和也有非常多年輕人出來參選 對像是永福以稱之語 那桂林裡也有一個蠻年輕的女生 叫盧軒榮 那對她是小我兩歲 今年才二十五歲 我覺得她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年輕人 也是非常有想法 那我覺得其實蠻多年輕人集合起來 那那個的團結的能力是更加強大的 我覺得像其他的軍民啊或是什麼等等 我覺得一起聯合起來做活動啊 或是什麼其他的我覺得其實都很棒